有黄的红的紫的绿的 罐子里的干燥花茶就摆在最醒目的位置 知名的英国人饮料店就靠这种方式来吸毒 强调花瓣茶叶现泡 茶单上一整排主打的花茶一共有六种 有羊甘菊 薰衣草 薄荷叶和黑森林莓果 一口喝下马上齿家都是香味 如果喝热的倒进杯子里 一边倒一边散发的味道也很浓郁 不过现在却卖出了问题 原本热卖的玫瑰花茶通通下架 买不到了 当然以健康为主 英国人传出玫瑰原料含有DDP 原本爱喝花茶的民众说 这项入口之前可要好好搞清楚来源 这部分的话因为他们是有机栽种的话 所以应该是没有农药的这个问题 都会问一下我们的里面成分 然后就是会问一下我们的来源之类的 其实花茶很普遍 像是田园餐厅卖的花茶 强调现彩现泡 香午茶常常是家庭主妇的最爱 还有手摇店的菊花普尔也马上泡马上去渣 开放式的空间怎么泡怎么做都看得清清楚楚 之前比较有卖 之前有贵花紙 那为什么后来就不卖了 因为总公司就 他就不卖花茶 尽管爱喝花茶的民众还不少 不过英国人传出花茶里含有DDP 让爱喝花茶的民众 在喝之前多了好几层的顾虑 叶城广瑞 陈梦辉 彰化台中综合报导 很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